三沙中建岛孤悬于西沙群岛西南端 处在远东通往东南亚的海空要道之上 北距海南岛300余公里 作为一个驻有军队的小岛 中建岛的中心地带不是冷峻的军事设施 而是一个被命名为海角田园的菜地 几十年来驻岛官兵不仅绿坏了这个戈壁岛 还把小岛建成了茫茫南海里的海上家园 这是我们的三房菜地 防海水 防风 防日照 我岛的这个地理环境比较恶劣 有时这个海风过来以后 海水蔓延到整个营区 这个时候我们的菜园围墙起到一个防海水的作用 棚子上面搭了一个防晒的网 这个时候就起到一个对菜地 起到一个阳光照射 温度没有那么高 谭玉金说 中建岛常年高温高湿高盐高日照 缺土缺淡水又多台风 能在这里种出菜来十分不易 就连种地用的土壤也都是由船大包小包运上岛 每块菜地就是说 这个牌子就代表着一个省份 就说明这个菜地是这个省份 每一块菜地的土都是 我们岛啊官兵们每次休假带上来的家乡土 目前在这块面积约为370平方米的三房菜地上 有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土壤 上面种有辣椒 空心菜 韭菜 豆角 丝瓜等十余个蔬菜品种 菜园面积不大 产量不多 却能在台风 寒潮等补给不畅时期 改善官兵们的伙食 补充其身体所需维生素 围绕着菜地从老兵到新兵 中建岛驻岛官兵传承了种菜方法 还创造了一些特殊的仪式 加餐便是其中之一 有一天啊我的班长啊 他突然把我叫住 他说走 今天晚上带你加餐去 当时我还特别开心 我以为班长准备带我去开小灶 然后结果呢 我的班长竟直带我来到了菜地 然后我当时还有点好奇 我说是不是准备在菜地 给偷两个菜送到垂师班去 然后开个小灶 结果呢我的班长这个时候呢 就拿了一个桶 然后拿了一个特别长的那个勺 然后带我走到那个汉侧边上 然后他就说你现在可以开始了请自便 新兵欧一超后来才知道 加餐全称给菜地加餐 几位菜地施肥交分 是每一个上岛的新兵 都要经历的一道难关 经历过加餐的洗礼 城里长大的欧一超如今和其他战友一样 育苗除草 浇水施肥 样样在行 有网友这样说 他说别的民族的人啊都能歌善舞 可是我们中国人好像啥技能也没有 这时候呢就有网友回复他了 他说咱们中国人会种菜啊 来到我们岛上之前呢 我听很多班长说过 我们这儿环境特别的艰苦 植物植被呢是非常难以生存的 可是当我上岛以后呢 我发现啊 咱们岛上有这么大一块菜地的时候 我当时其实呢 心里是很惊讶的 就觉得呀 连植物植被都难以生存的地方 可是我们的菜苗却活下来了 这就是我们战胜自然环境的表现 言明ock một会儿 信息得不 follows 请不吝点 оказ 其中文行 放置 1